文流摇摇国际评论奥地利公开赛季战正函,实力强大的国拼竞线统治力,女单6人进8桥,绿双闸入决赛,男拼三人入围四分之一决赛, 但日本二大神童在本季赛事仍表现出色,成为了孟之队的心腹大患,先说00后日本女将伊藤美成,在此前结束的日未典公开赛中,伊藤美成大放异彩,连续KO国拼四家张强,刘诗文,丁宁,朱宇玲用夺女单冠军,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。 今年以来,伊藤美成已击败了11名国拼选手,上升势头不容小觑,但接奥地利公开赛,伊藤美成在单打比赛中出师不力, 2比4不敌中国香港选手杜卡金吴远八强,还打出了1到11,2到11这样的吃属比分,吃之东鱼,收之桑鱼,在女单被打回原型的伊藤美成,却在女双比赛中持续开惯, 他和小田希娜组成的日本女生组合,在半决赛,以3比1击败了国拼的刘高杨章锐组合,连续二战公开赛第五次战胜国拼的同时晋级决赛。 国拼的小魔王组合陈信同孙宁莎则在半决赛3比2,显胜韩国的田智希梁夏银组合晶级,他们能否在决赛中抵挡国拼最大克星伊藤美成的强势冲击? 值得期待,尹藤美成持续抢劲,另一个日本神童张本之可也表现出色,在奥地利公开赛南单8分之1决赛中,张本4比1击败日本一个水骨损晋级八强,将在4分之1决赛终于许新狭路相逢,今年曾战胜白震东。 张继科,马罗三大国拼高手的张本,曾扬言要在两年后的日本东京奥运会平堂球南单躲进,但他近期的状态并不好。 许新在南单8分之1决赛中4比1击取异度名将加拿了三下人晋级,首局更是以11比1打的对手怀疑人生,经验丰富的大马,能否在4分之1决赛中开奥张本? 继续在这个狂傲日本少年的头上浇盆冷水呢? 继续在这个狂傲日本少年的头上浇盆冷水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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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